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1年的5月9号星期天 我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是好奇宝宝跟偷窥屁 我这后面挂了一个顽皮豹 这个顽皮豹悬在空中的意思就是 它是在飞行状态 我挂了这个东西 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 昨天黄昏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妇女 对着我的耕读堂的牌子看了很久 看了几十分钟 我就很好奇 我说你对这个牌子或者三个字 有什么特殊的好奇吗 他讲了半天讲不出来 我说那你知道这三个字什么意思 他大概就是读书的地方吧 那我想说奇怪了 你能够驻足看几十分钟 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好奇宝宝嘛 好奇是求知的开始 也就是求知的动机就是好奇 如果你不好奇你就满了嘛 就饱学之事了 所以你就不会好奇了嘛 你懂的东西你还好奇什么东西呢 就像说那个已婚的人对洞房花族夜 他已经有经验了 他不会好奇 只有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才会好奇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我今天把这个 把顽皮豹掉到空中的原因就是 我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 我曾经选过我原来那个眷村的里长 在选里长之前 我在那墙上都有画的 废行禅啊 还有那个风浪板 还有武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生活经验 跟住在我们那个村子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高中的时候每天都穿的柔道服 那个 就像是进入那个 一个一个人穿的那个古装一样 在现代出现 那很多人对这个有印象 我的书包上画满了柔道啊 什么跆旋道啊 这些武术的招式 简单讲就是一个武迷嘛 武痴嘛 那个那个时代是可以啊 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十六七岁的时候 这个是有随时可以比划嘛 那当然不可能有人比划 大家知道你身强力壮等等的 那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人对我没有好奇 因为他他知道嘛 他每天接触嘛 那同样的很多人就讲说 我们那个有些人讲说 我也住在那个村子 可是我怎么明天没有故事好讲呢 我所有讲的故事 不管是那个武术 还是比如说毯子工 或者是戏曲或者是音乐 或者是美术 都是因为我周遭的人有良师益友 这些人就在那边 比如说我的师父是李世海先生 我常常讲的我的师父 他是海军陆战队 御剧队的候长的乐师 大家都见过他 都知道嘛 他常常来找我的时候 我的那些同侪 因为他跟我差了一个辈分 我的师父那时候四十多岁 我才十几岁 人家讲说 那个人又来找你了 他们有时候对乐师 其实就是吹骨手 是用一种比较歧视的一种说法说 那个演戏的人来找你了 他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 我的师父也不会跟他透露什么 因为没有缘分 虽然每天常常会经过 但是他没有缘分 跟我有缘分 所以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而且我觉得终身受益 所以我非常感恩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是因为他发现到我 而我没有发现到他 我不可能跑到一个剧团去 去学人家的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乐师 是他主动来找我 那我才知道他的世界是这样 他的天地是这样 因此我高中的时候就接触国乐 就是要感激他 如果没有他 我们对那个中国国乐 还是停留在那个老人音乐 跟死人音乐 就是在那个庙前面的榕树下面 老头在那边 一啊拉这个东西 就仅止于这个 不知道国乐还有这么博大精深 这么精彩的部分 那同样的 我真的是要在选里长的时候 我就 我做那个 我做黏土 我用那个 做了一个 一个人 是飞人 我就把它用那个线 用那个透明的鱼线 把它吊在我家的那个 那个 雨棚上 雨棚下面 因为我们家那个 那个有一个停车棚吧 一进门的地方 就吊在那个地方 我常常在那边看到有人 鬼鬼祟祟在那里面 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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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偷看的人可多了 有 有那个 有支持外面的汉奸走狗 住在村子里的人的 在偷看 还有一些是什么 还很好奇的人是 诶 这个地方以前很 以前 这个秀无人烟 现在 怎么搞的 这么多人来拿的 拿的炮筒摄影机 来这边拍照 他们因为他们这些人 落后 眷村的人的那个 封闭环境很落后 他不会用电脑 也不会用网络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YouTube 可是那些远到来的人 就是啊 就是他看的影片嘛 包括外国人 都来了 所以他们结果 因为人家来这边采访 所以他们就好奇了 这辆 原来这辆还有 还有宝 所以他们常常会来这边 借机来这边 我在录影的时候 常常会出现那个 路人甲路人椅 有时候他们 因为知识水准的低落 他不知道你通过就好了 快速通过就好了 不要发出声音来 有的人还故意在里面 发出声音来 还要打招呼 还要在那边等 在那边看 看热闹嘛 这情形就像说车祸 双方都伤亡了 很多人在那看热闹 就没有一个人打119一样 他仅止于好奇 仅止于偷窥屁 简单讲 就是这样 昨天那个中年妇女 就是好奇宝宝跟偷窥屁的典型 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刚才讲说 我吊了一个非人在那边 很多人在那 每天都在那边看我 今天又做了什么雕塑 明天又做了什么雕塑 有什么新东西 因为他们都不会嘛 而且他们还自称是有文化的人嘛 代表文化的人 什么叫代表 现在当今是代表文化的人 男的你只要留个长头发 不管你头发灰白还怎么样 你后面用一个橡皮筋给他揪起来 像一个邋遢道士 你就可以自称是艺术家文化人 现在台湾的肤浅的社会就是这样 真的有内涵的人不见得被人家发现 我在想说奇怪 我墙上都有飞行蚕了 有风浪板了 你都没有兴趣 那因为老了嘛 你老了你还好奇什么东西嘛 你都已经建设不举了 你还好奇什么东西呢 你已经阳尾了 你还对这些花花绿绿有兴趣吗 人就是这样很奇怪 讲一句很难听的话叫建嘛 建的人还不止这一个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军方的 海军的 特别派了一个人 用那个空拍机 天天来这边来这边拍 我不知道他要拍什么东西 因为文化大革命局 主导的 财团主导的 想要把眷层文化给毁掉 而且当局正在配合当中 不是配合了 因为要捞钱嘛 就是一个钱字嘛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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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此的 我知道抢救室挖掘 因为有盗墓者来了 所以你要抢救室挖掘 赶快把这边的文化全部录影 所以我常常都是在 看到我常常肚子大大的 在那边录影 肚皮大大在那边录影 是因为什么 我要在路上没有人的时候 什么时候没有人 吃中饭跟吃晚饭的时间 还有烈日高照的时间 通常不会有人出现 所以我要在那个时候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 因为南部很热 所以我刚吃饱饭 然后再喝 我很喜欢喝水 因为流汗嘛 所以要补充水分 所以我都灌了肚子很大 那有的人讲说 哎呀你为什么 你身体不是这个形状 为什么你那样子 而且你的镜头又是什么 又是解析度又不高什么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 抢救是挖掘 如果你再不做的话 人家就把它毁掉了 我有使命感 你没有 你只是妈的好奇宝宝 跟偷窥屁 军方也派人在那边搞的空照 被我发现 我说你做这个干什么 他说这个上级的任务 他有任务 我说你都拍了些什么 他们准备要剪辑一些影片嘛 我说我做的比你深刻 因为我是在地人 在这边出生长大 一直生活了六十几年 我如果继续继续住在这边 我还可以继续讲故事 你们要想把它毁掉 然后想用一个什么影片来 假人假义 消耗预算浪费公帑的行为 还有刚才讲了 那个第二类是军方 还有第三类 有些学者专家想要炒作这个 卷村文化 派了学生来 那学生的任务就是 我只要画一个壁画 哪怕我是席座 比如说我刚好 刚好人家不要的蜡笔 我想蜡笔能不能画 我就拿蜡笔画 随手我就可以画马 画飞行 画风浪板 画潜水 这些题材 挖人 还有部队 骑兵 这些我随手都可以画 但是我很意外 我想我随便画的东西 结果那学生 那个研究所的学生 他说 他说你画的很好 我说画什么东西 你不是画一笔一个人骑马吗 还有飞行伞吗 我说你看到了 他说当然看到了 很多人都看到了 卷穿里面上面写的这一户原来原住民是谁 最原始住民是谁 第二个住民是谁 第三第三第四我就不认识了 因为最原始的人都是跟我们住了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的生活经验 我的成长过程都是相互有互动的 有充分互动的人 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这些人大部分都以列先班 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那一户的门口上面 因为他可能门盘不见了 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人已经乎是全非了 可是我知道这些人 所以有很多人 有些人讲说 这个地方有名字 还有卧虎长相 这些东西 这些人的名字 我都写在那边 因为这些人就是跟我有互动 没有互动 我怎么知道这些人呢 那个大学研究生 他每天就在这边逛 他也没找我 他就在那边逛 但他知道我 因为什么 我们是透过什么之间相互了解呢 是透过YouTube 近在咫尺 可是我的YouTube 要传到卫星上面去 要传到世界各地之后 透过网路 然后他在另外 另外他的机器前面 他的终端机前面 收看YouTube才知道 这个地方原来发生过那样子的事情 有这么多的故事 这些故事直接找我 直接访谈就知道了 我说你也不用访谈 为什么 我用第一人称直接讲故事 这就是我吴忠臣这个 讲眷村文化的部分 当然还有更读堂 输出输入 我讲一些古典 另外飞行禅 一超直入 还有吴忠臣冒险学校 有这么多活动都在这上面 如果你真的好奇的话 你应该来跟我一起来学 良师益友 我说过我的师父叫李世海先生 我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既是良师也是益友 因为他不懂武术 但是他就认定 他给我介绍了很多当红的影视明星 当红的影视明星 这些人在台湾以前都在影视界都是很有名的 因为他们在服役的时候 在义工队服役 所以他帮我介绍 很多人还跟我拜过师 我说过我不会去高攀别人怎么样 那我家人都看到了 那我也不用讲说 谁谁谁曾经跟我拜过师 不需要 为什么 你如果真的 他真的有心 他会讲说 我曾经跟吴忠臣学过 就是那个更读堂飞行禅那个吴忠臣 那谢谢他 帮我打广告 如果没有 那你就拉倒 无所谓 因为那个时空已经过去了 而我虽然记得 但是我不讲 我不会因为把一个什么 非常有名的人 来高抬我的身价 没必要 我就是我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刚刚讲的 那个是他有学术性 他在做所有的采风 而实际上我在做抢救式挖掘 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故事尽量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所以我不顾形象 也不顾这个场景 也不顾什么 也没买器材 就是用我现在的器材而已 那另外 这边有很多课程嘛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大的好奇心的话 你就来我们课堂相见嘛 自速修以上 无未尝无回也嘛 你缴费来学习嘛 这上面有很多都是我的徒弟 这些人都是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才开始学的 我学飞行的时候是三十五岁 我不是从小学习的 因为我三十五岁的时候 刚好是有钱 这个有志还有有胆 我三个都具备 所以我学了飞行 那你这三个都不具备 你要跟我讲什么东西呢 你除了好奇以外 你还有什么呢 好奇宝宝吧 这个广告 好奇宝宝穿好奇止尿布 好奇老人穿好奇老人止尿布吧 那这些人没有人主动说 我要我跟你 我们同村的 我要跟你拜师学义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你一个都没有 你有什么文化 你有什么special No Nothing special 一点也没有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说 人家问他 你会什么 他说我什么都会 我只有两个不会 哪两个不会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简单讲就是废话嘛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那最后那种 最后那种好奇宝宝 就是昨天晚上出现的那种 这种人好奇 他对某个东西好奇 他其实他好奇的那个动机不纯正 为什么 他可能是什么 知识甚高 也就是假扮高深 就像老人社区都是老人 所有的老人都认为说 哪怕你是将军 你是什么达官显贵 你现在都是废物 跟我一样都是废物 老人称的就是这样 老人社区就是这样 都是废物 他把他的废物等同于你也是废物 他不知道你有什么special的 就像说我有朋友 新认识的朋友 跟我学了飞行之后 他以为说他还懂得很多东西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的前半人是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故事 也就是说 越早互相认识 你互动越多 你越了解 你只凭一个遗馆亏报 你亏不了报的了 只可见一般不可亏全报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孔子跟老子见面之后 人家问孔子说 你对老子的印象说 老子习有龙乎 见首不见尾 为什么 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学你不学 所以有朋友常常打电话跟我讲 吴忠臣我现在在左营 我想到你家去见我 我直接回绝 我说我们要见面课堂见 你什么都没跟我学 你只是所谓 你认为是我的朋友 实际上你离朋友还很远的很 你没有跟我学任何东西 我也没跟你学任何东西 跟读堂就是互动 你不是我的老师 就是我是你的老师 如果你不认为我是你的老师 那你就要有以教之 你教我一些东西 没有 那你如果不是认为避走自争 你就是假扮高僧吧 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 那因此就是这样 诸如此类的人很多 就是所谓的好奇宝宝 仅止于好奇 还仅止于什么 偷窥屁 你既然要偷窥 我一看到有人在那偷窥 我就把门一打开 他吓一跳 然后散散散笑而去 我说你干嘛偷窥呢 我这个课程我都在网络上公开了 公开了 你有缘你就学了嘛 你有这个属性你就来学了嘛 你没有这个属性 你还要跟我扯什么东西呢 而且人是不断不断在成长的 我讲过 所以我那个同年玩伴 对我的印象就是我高中时 每天穿着柔道服 系着盗袋走在路上 像一个精知古人似的 然后书包上画满了那个武打什么 还有骑马什么这些玩意 射箭 我就是一个好像进城在武侠世界里面 其实我说过我不看武侠小说的 我是竞争在我好奇的部分 武术音乐美术各方面 那时候我亲手画的嘛 那他就是美术嘛画画嘛 有的时候画彩绘 我还说画汉山等等 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多看看我的影片吧 那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那我高中的时候 高中同学要办同学会要找我说 哎老吴你一定要来 那个你不来的话就失色太多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客套化了 可是他电话那头他讲到我的时候 他就直接想到什么 哈打 现在还有没有哈打 因为我以前常常表演这个急迫给他们看 表演一些那个武术动作给他们 他们达不到的 让他们惊叹的部分 我大学同学对我的印象里面 不是我欧帕也不是什么 我学的非常非常优秀 因为大家都是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嘛 所以大家这个 而且后来大家可能都修了博士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高官后路之类的 那不太重要 我常常在讲说 等一下我们再讲 再放个最后 我们再讲说我大学同学 对我的印象就是说 那个家伙游游的飞快了 我从水面上一起来 他已经从我后面游到前面去了 这是大家对我的印象 因为什么 因为他游游游不过我嘛 刚刚前面那个没有学武术的人 他对我好奇嘛 诸如此类都什么 他缺的那一块 他觉得他有点无法气急 所以他就记忆你 你是这样子的 那我是那样子的吗 我中年以后交的朋友 人都认为说 我是一个那个先锋道骨的一个人 为什么 我常常写文言文 知乎哲演 讲古文 他们没有见到我本尊的时候 以为我 那时候我的笔名叫 昵称叫老夫嘛 他以为我是一个 撵虚的这样子的人 结果一看到我 哎呦 你哪里是 那个年龄 跟你的文字不能相当 我实际上是 这就是一篇之见 你看到我的文字 以为我五文弄末的时候 写的文言文 以为我是个老人 我实际上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在写文言文了 因为文言文很精炼 那你的科版印象就认为 写文言文的都是老头 前情已老 那不是 就看到我这个 Armstrong的 身材力壮的人 怎么能够跟文弄末 产生联系 那都是你科版印象 我刚刚讲过 孔子说 孔子说老子 其欧龙乎 就是这样 人是很多面的 我说 一个人就像一个钻石一样 钻石有很多的菱角 从不同的面向的菱角折射不同的光芒 那你跟他有投哪个圆 你就投哪个圆 像我的师父他是 他是国乐专家 他拿手的是三弦还有索纳 但是三弦我没学 索纳也没学 他教我的就是笛子二弧 这是基本功吧 那另外 另外因为他的关系 我见识很多乐器 比如四弧 比如说那个 那当时后来我都买了 那个各位如果有兴趣 看过大量影片 你就知道 我都有秀过那些那些乐器 那后来我 后来这个那个 有钱了以后我都买了 因为我好奇嘛 我的好奇是有深度的 我刚刚讲过 后面这些活动 骑马 飞行 潜水 风浪板 这上面这照片都是我的徒弟嘛 这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才开始学的 而且都是女性 我男性我没有放在上面 因为什么 男性会好奇心重 而且还会身体力行的人 不稀奇 女性才稀奇 而且是中高年女性才稀奇 四十岁以上算是中年人 就是一般所谓的 所谓的四奶 可是这些人都是龙金虎猛的 那些照片上的 我当时都五十多岁了 当然也有年轻的时候了 那这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典型嘛 所以才属性相当 才会接近嘛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与其你要做一个好奇宝宝 那你终身就是 就像 你到老的时候 就像那个 垃圾厂 而不是所谓的回收厂 回收还要recycle reuse 再用 再循环 那 这叫回收厂 现在垃圾 因为它可以买卖嘛 还有残值嘛 可是垃圾堆积厂不是啊 就是垃圾掩埋厂 老人社区就是垃圾掩埋厂 全部当作废物 你哪怕你是上将 中将 少将 哪怕你是什么 饭夫走足 你最后都是同归一命 就是垃圾掩埋厂 就是火化嘛 但你在火化之前 你还有一段时间 你可以在 在家里学习的嘛 不要以为你旁边哪些人 都是老 都是老朽 都是废物跟你一样都是废物 人家的残值可能比你高很多 以上吴仲晨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风炎斩树毒 古道照颜色 我突然想到说 因为昨天黄昏的时候 这样子一个中年妇女 在看到 我说你对这个根毒堂有兴趣 你就上网搜嘛 YouTube 你会吗 他说他会 他会不会我不知道 也不重要 为什么 我这个路上 这边有一大堆宝 你如果说捡起来 花点钱捡起来 就是你的 你没捡起来 永远不是你的 以上吴仲晨跟各位分享 有缘千里来相逢 无缘对面不相似 谢谢